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是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 此刻呢我们要为您连线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为大家分析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您早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我们这个礼拜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关注的是美国 有关于在拜登总统他去出席了G7的会议 还有就是北约的峰会 那么接下来又陆续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来会谈 老师我想继续来请教你 就是那这之后我们看到在很多的一些外交的行动也展开了 特别是这个礼拜好像俄罗斯要进行军演 这个军演就开到了美国门下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那基本上它是6月10号就开始了 6月10号它就出动20艘军舰 前往4000公里外的太平洋中部进行延期 那么其中有7艘出现在珍珠港南部65公里的海域 美国也出动了3艘神盾级的军舰一路去追踪 换句话说大家可以讲说这是 你想想美国跟俄罗斯举行峰会是16号 它10号已经出发了 所以等于你可以也有人讲说这是一个佩菜 这是美国跟俄罗斯峰会的时候 那俄罗斯表示他也不示弱 但是我也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强权 所以这只是展示他的武力 作为等于是美国跟俄国跟峰会的是一个差距 但是美国它当然基本上不会会这个政策出 因为美国它基本上还是认为俄罗斯你虽然军舰很强 但是你经济上还是不行 所以俄罗斯到底是不是以前苏联时代的那么强呢 其实都还是个问号 可是这个外电我们看到了 好像被大家解读说 俄罗斯其实是在告诉美国说 我虽然可以跟你和平共处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忽略我自己 是 所以俄罗斯它基本上也是这样子 事实上的很多的地方 你说它是各国都在秀 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俄罗斯它跟在乌克兰东部 乌克兰东部集结 集结以后 然后在美国跟俄罗斯举行峰会 俄罗斯集结了后 一下就收了 收了那就有两种解释了 一种解释就是俄罗斯说 我这个叫战争边缘 你说这个会不会发动战争 哪里是你从外面猜得出来的呢 我完全有主动 我想我要能够升高紧张就升高紧张 降低紧张就降低紧张 就我有这个本事 你不能小大火 另外美国这个解释就是 你看俄罗斯美国还是厉害 美国一讲说要跟进峰会 俄罗斯就让步了 从乌克兰这边就撤回来了 可见美国还是比较会玩 其实各个国家都在就讲说 他们内部的外交很成功 他们也都有内部人的交代 美国跟俄罗斯进行峰会的时候 在峰会之前 美国国务院也不断的跟国人去解释 说这个跟俄罗斯普京峰会 并不是说仇少布丁做了什么事 也不表示说每一个关键这样的改善 但是表示我告诉他们 从现在哪里 然后这算一个建设性的对话 你看他因为表示美国国内 还有人反对吗 他说你这是给布丁的好处 给他个甜头才有点负贵 那不管怎么宣传 我们所看的是后面 就是你刚刚讲的外交的后续动作 那你这改善关系以后 第一个人马上就是7月10号的时候 联合国安理会交投票 投票说要不要在叙利亚 这边进行人道援助 那么过去普丁他是反对的 因为他支持叙利亚的小S的政府 他也不希望国际上的 什么联合国的什么人道援助 登堂入室进到叙利亚 那现在美国跟俄罗斯改善关系以后 第一个事情就是 你会不会投票会不会通过呢 俄罗斯还会不会杯葛呢 然后第二个美国跟俄罗斯 他们各自的监狱里面都还有一点囚犯了 就是美国也有几个陆战队的战士 被俄罗斯关着 那他们会不会交换这个犯人呢 交换了后交换俘虏呢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美国也在看 他告诉俄罗斯讲 你那个政治异议分子纳瓦尼啊 就是美国他要捍卫人权 所以说你怎么不能让他死在监狱里面呢 如果俄罗斯他在虐待或者什么 万一怎么样的话 这也踩到红线了 然后第四呢 那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也抗议了 就是骇客攻击太严重了 虽然俄罗斯也同意跟美国一起调查 但是俄罗斯否认这些害客跟他有关系 但是那骇客的问题能不能什么遏制呢 俄罗斯当然也给了美国一个红线 俄罗斯说你再怎么样跟乌克兰怎么亲近 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 俄罗斯说那就是清门套户到我门口了 那我也给你翻了 大家都也是讲了一些红线 也都在考验着峰会之后 双方有没有改善任何关系的契机 所以这是我们看的一个脉络 是 除了焦点是在俄罗斯身上之外 另外美国自己本身在峰会之后 其实也做了很多经贸上的突破 特别是跟欧洲部分 老师这个部分也要请您为我们解说 对 那么欧洲它基本是这样子 如果就设计来讲 它是先跟欧洲达成一些突破 然后整队 它整体是整队 美国和欧洲整队以后 然后抵抗俄罗斯 那么它在美国跟欧洲 本来有它的贸易账 我们只看到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账 欧洲也有啊 那么最有名的就是波音跟空舟巴士 那么或者空舟巴士双方 打了十几年了 这一年都说你是补贴啦 清销啦 那现在在上个礼拜 就决定说不打了秀兵啦 秀兵为什么呢 要对付新来的这个 新兴的这个威胁就是中国 美国跟欧洲也同意 要联合成立一个贸易科技理事会 发现理事会它做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研究消除双方的贸易障碍 然后第二个更重要是设定全球标准 因为它有话语权 现在大陆上大陆各国都在抢出 一个产品的标准 不管是科技的标准 环保的标准 劳工的标准 它主要设立全球的标准 美国跟欧洲是我们联手 第三个就是共同促进创新 你要各种发展各种创新产业 要跟中国大陆世界上是全方位的对抗 而且创新很重要 所以你看这一次美国跟拜登 到欧洲这样子走了一趟 所以它一直是科技上的联合起来 它也联合之前我们也谈过 联合欧洲做基础建设 绿色的环保的更符合 劳工环境标准的基础建设 主要是抗衡中国的代入创意 一代一路 然后在疫苗上面 它也跟欧洲联合起来 不管在世界上分身疫苗 或者说成立疫苗雷达 说怎样监控 以后任何再有新的疫苗出来 疫情出来的话 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 100天之内就希望能够教你 怎么样的对抗 怎么样的治疗 而且有可负担的疫苗出现 所以疫情基础建设 科技经贸都和欧洲联合 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 一个正式这样的摆出来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志评 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先请刘老师 为我们来解说 自从过去这几个礼拜以来 我们看到拜登总统 在各国所举行的这个峰会上面 或者说峰会之后的一些 积极的外交行动 老师接下来我们看到伊朗 中东问题向来是 老师跟我们连线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区块 老师我们看到 6月18号的时候 伊朗进行大选 这个选举的结果 我们要请老师告诉我们 同时还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因为这结果 其实就牵涉到伊朗的将来是 沃河派还是强硬派的当家 当然你说 你说它是 很明显的这次 选举结果在 还没开票之前 大家都已经猜得出来 是来西匯当选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一个 以教领政的一个社会 以教领政的社会 所以他这个 这个宗教领袖 哈美尼 他底下有一个 类似书密院这样的一个团体 那么所有的政治候选人 你够不够资格 能不能选 宗教领袖当然过率 所以他已经排掉了很多自由派的 跟着领政会上反调的 但留下来当然都是自己人 那自己人就是 比如说就是莱西 莱西是法官出身 他也违反了很多人权的 一些记录 所以在美国老周 也认为是被制裁的名单 但是他非常强硬 他是代表哈美尼的这派 这个强硬派的势力起来 那于是他就看了 那到底美国跟伊朗 要重返伊核协议的谈判 在维也纳谈了好几个回合 那现在这个强硬派的总统 8月3号要就职了 那么这伊核协议还谈不谈呢 当然礼拜一的时候 他举行记者会 他说当然谈了 又呼吁美国回到伊核协议 但是他表示 我不是为了协议而有协议 那你要解除制裁要给东西 但是他也换句话说 他在发展核武方面 他的立场还是很强硬的 他就看你怎么谈了 然后他也说要跟 台湾的阿拉伯国家 要改善关系 因为伊朗一起来以后 阿拉伯国家就开始紧张了 阿拉伯国家紧张 尤其隔着波斯湾 或者是海湾的阿拉伯国家 他们就为什么会跟以色列 以前靠得近呢 就是面对伊朗的威胁 伊朗起来以后 他就告这些国家说 你不要怕我将给你改善关系 这些国家讲说改善关系 你的飞弹直接威胁到我 你那个伊朗的飞弹问题 是不是放在谈判桌上要谈呢 但是莱西在记者会上说 飞弹问题不谈 飞弹一不谈怎么改善 我也不太晓得 然后他又讲说他有一点 我觉得就外交思考上是对的 他说伊朗的外交 不应该被伊核协议所绑着 好像除了伊核协议 伊朗就没有外交了 伊朗还是要跟很多国家 要发展外交关系等等 那就看他怎么做了 怎么做那这里面 当然最支持伊朗的这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中国大陆 一个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不管在军事上 在能源上的问题都支持伊朗 中国大陆习近平 上一次防疫的时候 也给了大陆伊朗25年 4000亿的投资的承诺 中国来讲不管是一带一路 要从中东 或者说美国从中东撤出 中国要补这个权力的真空 那这几块补进来 那当然就是美国如果真的走 那就把这块就让给中国了 俄罗斯了 然后重新重写中东的批识 是 老师有一个背景问题 就是当然了伊朗这几年来 一直是美国制裁他的经济 所以让他的这个油品 是没有办法出口到其他国家去 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数据 伊朗因为这些个制裁 大概损失了将近有1000亿美元 就油品的问题 光是这个项目就有这么的多 所以假定说现在伊朗自己的愿望 是希望这个经济制裁可以解封 那他愿意拿什么去跟美国交换呢 这恍然有趣啊 好问题 因为他基本上呢 他交换伊朗的讲法是这样的 他说因为美国当然说 你伊朗要继核 那伊朗呢 这样说那到底 他第一个他不承认 他们叫做核武 他是核能的计划 那怎么说不是 你核能计划 你浓缩用的浓度越来越高 你贴近武器级的这个浓缩用 是越来越近 那这个是威胁 那伊朗就说 于是我现在要发展的 所以我拿什么换呢 那是不是我的核武计划 我是不是就停 或者我提炼浓缩用的浓度的 就到这里为止 或者和我怎么样的 某一部分的核能的这个电厂 或者什么东西 或者核子的这个离心器 我先封存 而这个是他可以谈的 那你要拿 那就你西方拿解除制裁跟我换 不然的话 我就继续发展我的这个核能的计划 那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 所以这谁最担心伊朗起来的 以色列 因为一则以色列 伊朗支持这些什叶派的这些人 或者是说不是什叶派 但是他是恐怖分子 威胁了以色列 比如说像什叶派的珍珠党 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 伊朗支持 黎巴嫩南部就是以色列北部 他从北部可以攻击起来 另外就是加萨走廊的哈马斯 哈马斯虽然也不是什叶派 可是哈马斯在很多的武器 伊朗也支持他 所以以色列为什么是 伊朗是不是最大的威胁 所以以色列也有很多的间谍 那就破坏伊朗的核子的这个设施 所以每次你看到伊朗什么核电厂 你想是停电啊 或者它的这个工电设备被炸毁被摧毁 很多都是以色列的骸客 或是以色列的间谍 所以它里面民政暗斗争也是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这里面就牵上到说 伊朗他就你刚讲的 他愿意让步到了什么地步 如果不让步的话 那么美国内部也想 如果伊朗解除制裁 伊朗的油就会出来 伊朗的油卖出来是影响的商务力 当然也会影响到美国那些油商 美国呢 之前有的很多都是支持共和党的 所以为什么共和党会反对伊核协议 而民主党赞成 原因也跟油有关了 所以过去民主党支持伊核协议 川普上来就撕毁了 就不认了 所以民主党 欧巴马当时推伊核协议时候 以色列就跑去美国 然后联络共和党 去批评民主党总统的外交政策 这非常不符合外交礼仪的事情 大家想不解说了 他就晓得你们也不敢怎么样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势力可以建立实力 所以伊朗能不能回着区域和协议 其实还要看好多的势力是能达到妥协 是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直播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为大家来解说 很重要的伊朗问题 这关系到中东的局势 老师另外我们看到提到了回教 塔利班 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当然我们看到美国要在911的时候要退出阿富汗了 问题是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情势让阿富汗更为紧张了 是 因为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战争就是塔利班班师回朝啊 塔利班都打回来了 打回来了很多上个礼拜最重要就是他的昆杜斯省 就是他西北的昆杜斯省 那么省会也叫昆杜斯 那么塔利班的部队已经进来了 进来了当地也看到那些报道 看到也蛮紧张的 然后听到枪声塔利班的部队就进来了 那阿富汗的政府军根本守不住 本来如果守不住的话 你可能还需要空中支援 但是现在根本美国要走了 也没有空中支援 那实际上就守不住 守不住了所以这其实是紧张的 本来人以为说美国如果走的话 这个控党中国大陆超级便宜控党 中国大陆抢劲了 那中国大陆他也在担心 所以上个礼拜里有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出了声明 这就是说告诉在阿富汗的中国人说 小心啊 这局势不好 局势不妙 要做好各种各种的准备 因为战争可能会引爆 可见这个中国大陆也在担心 美国如果走阿富汗 如果真的陷入整个战争的话 一下爆发内战的话 那这个战争会外溢 谁会满出来会满到新疆 会满到新疆 阿富汗跟新疆是连的 那么这个满到新疆 新疆有时候分离主义就闹得凶 所以这个是中国人比较紧张的 美国一看到这情绪不对了 所以礼拜天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赶快讲 美国也非常重视跟阿富汗的关系 那么因为美国重点 不能让国国分子再度在阿富汗 自身成为这个攻击美国的基地 所以美国会加强阿富汗的关系 然后白宫赶快就说 请阿富汗总统贾尼 那么在这个礼拜五到白宫做客 来来访问白宫表作对你的支持 可是问题这些通通都是外交 不是军事 你的外交上口头的支持 可是挡不了塔利班班式回潮 所以塔利班回潮 那现在就后来就几个发展了 第一个塔利班上来 阿富汗还有另外一个势力 IS 伊斯兰国的残局势力 伊斯兰国残局势力是跟塔利班抢地盘的 所以塔利班如果在这几个省份抢 IS会在另外几个省份也抢 那这样子科布尔当局不是复备受敌吗 那这里面会是什么关系 然后中国如果怕阿富汗的冲突 蔓延到中国来 那中国会不会大陆上会不会 因为什么原因 它也没有部队会进来 可是谁进来谁输啊 因为它是帝国坟场 所以中国大陆也非常小心 那谁会来 美国也希望印度帮他管一管这块 可是印度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哪有时间管到阿富汗这块 所以阿富汗人也就是 你认为来得蛮悲惨的 现在到底后面怎么发展 充满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的错 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撤军行动 说的会反悔啊 其实这有这几个 第一个川普时代本来就想撤 但是两个原因没有撤好 第二个原因就是疫情 疫情你那时候 你那时候部队集中在撤 那不是群聚嘛 所以那时候并没有撤 然后没有撤好 第二个部队里面有人在拖 因为军装不太希望撤 不太希望撤 所以有人就故意放慢 所以一个口令 不一定有一个动作 那是川普失败 那么拜登说不管了 我现在也是非撤不可了 非撤不可 那这个局势会不会同样的 发生在拜登身上 要加上阿富汗情势也照着很糟糕 所以你看拜登我们刚刚讲说 他到北约 他也要北约支持美国撤军了 后来北约同意了 所以算是拜登的成功了 而北约也支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可是一撤以后 那就表示美国打了20年的反骨战争 很可能到头来是不是失败 很可能是一团糟了 然后塔利班又回朝了 又继续包庇恐怖分子了 这是一圈又转回来远点 这20年是白打的 所以这是一个泥脑之中 所以这是现在最麻烦的事情 距离911越来越近 但是这个场面确实越来越难堪 是 看看20年来会不会回到了远点 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想请教您 有关于北韩最近的情势 也很受到瞩目 有哪些可以观测的重点 北韩最有趣就是他传达出来 这个前后矛盾的一些讯息 在6月17号的时候 金正恩在劳动党八届三中全会 就表示他说要做好对话 跟对抗的两手准备 这一来的美国马上就解释了 所以17号18号登出来以后 20号美国国家人顾问苏利文就讲 好啊 这是有趣的信号 那么美方正在期待 北韩要更清楚的再讲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美国的北韩是个特使精心 也说美国愿意不设任何条件 任何地方任何议题都跟北韩在谈 没想到22号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 金正恩在那边给金与正就说 你们解读错误 这是错误的期待 而且更有意思 他引了一个韩国的俗话 他说解梦比做梦要好 你要去解梦 你不是在那里做梦 但是做梦是没有 所以不会跟你谈 那从不没有具体的结果 每次就是做梦都不谈 这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北韩的饥荒很严重 北韩的经济问题是很严重 那这个问题会不会吹着北韩是吗 真的跟美国坐在那谈的 那他们准备好没有 所以我觉得即便开始对话 美国也没准备好什么解除制裁 给什么 北韩要给什么 那北韩经过过去川普时代的 一年他热闹的外交以后 又回到原点 只是北韩的行为收敛一点 但是很多制裁还在 所以北韩总希望说 你美国别我一个什么东西 那目前看起来只是放话 不晓得后面就没有更进一步的东西 那日本跟南韩要不要给他写什么样的 比如说要给他一点强制的一些制裁 意见什么的 但目前当然因为这很高发出来 所以没有南韩 南韩的文在寅他们传统立场 都希望能够对话 但是因为南韩要选举 因为就这几年 三年下来这个两韩关系没什么进展 所以韩国看南韩也没什么谎议群 人士本方面内部的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目前还没有看到对金正恩这个话 他们什么非常明确的反应还没有 今天的话本身也不清楚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视频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分别就一些重要的新闻外电 为我们来解析 分别包括了美国的外交 还有就是伊朗的大选结果 另外阿富汗的情势 以及北韩的情势 我们都做了深入的分析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老师您的分享 老师谢谢您 谢谢